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来了 我想见你 你喝酒了 但我现在很清醒 我有话想对你说 好 说吧 行政 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当年是我太急于求成了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我一到那边我就后悔了 我们的事情已经翻篇了 不 你听我说完 我去了那边之后 除了每天去上学 我就是在那个五个平方的群怒房里面待着 一个朋友都没有 是这几年跟你的回忆 才支撑我到现在 你知道我多希望可以回到以前吗 你知道我有多想挽回这一切吗 可是我到了那边之后 你删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只能给你发邮简 我想跟你说的话我全部写在了里面 那你一方都没有回过 我没有回复 是因为没有回复的必要 我瞒你说 我也没有打开过 当年 你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没有错 当然了 我当时的确很生气 但是我没有办法怪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不在原地了 你难道还在吗 其实我挺清醒的 其实你没有在原地 我这些年我除了后悔 我除了愧疚 我还一直在想 如果你还在原地的话 我一定尽我的全部 来弥补你 但你现在已经重新开始了 我依然会祝福你 我现在已经和苏清澈在一起了 所以很抱歉 我也希望 你能早点开始新的生活 好 放心吧 不过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我也等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好 你也早点回去 推荐 走 路灯点点 温柔 风又被谁停留 满足 振花 被我看了 好 不够 你也能找到